根據健保署統計歷年週一人次 2019年達3.7億 後兩年新冠疫情來襲 減到3.4億跟3.1億 前年又回升到了3.4億 而去年更衝到3.8億 已經超越疫情前 其中7.1的基層診所 占1.9億最多 醫院也占1.1億 而如果以科別來看的話 診所的內分泌科成長5成5 精神科3成6 泌尿科2成3等較高 醫院則是血液腫瘤科成長2成2 封尸免疫科1成7 眼科1成6相對較多 健保署表示 因為疫情控管病床 民眾不敢到醫院等 造成有些病是未及時治療 同時有不少的慢性患者 也減少去醫院轉去診所了 且疫後的類流感人次也變多 也有醫師分析 免疫負債效應持續 夏天的門診流感 新冠病人仍多 診所的內分泌科 泌尿科增幅多 也可能會跟高齡有關 精神科的話則是因為一直成長 或許大家太焦慮了 至於醫院的血液腫瘤科 封尸免疫科成長最多 主要是因為近四年精準醫療 快速發展 讓病人多了續命機會 也顯示癌症跟慢性病的醫療需求大增 應該平均強要的技術 但是 谢谢大家